回到第二節 講講中國的情況 中國的股市似乎都是一般 要猛牛 兩會就開完 有沒有什麼好消息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刺激 中美亦在爬架 雖然飛去阿拉斯卡 但也不能夠降溫 那頭開完會 猛出報紙放風在罵 人民日報和澎湃新聞在罵中 說美方開場白暴能 開場白時間過場 有違外交禮儀 騙人一輪 感覺好像小孩子吵架 都不是 你拳我一腳 都不是小孩子 都不是小孩子 都會禮真罵 你看到 雖然大家能夠坐在一起 但似乎 我們以前都說 美國的民主黨拿了之後 把人權東西放在桌面 他就說回所有人權東西 以前特朗普和美國談生意 關稅 說人權東西 關係 如果你計算那些關係 說生意更容易談 中國人就 說價錢 買多少就說 但你說人權東西 寸步不讓 這些東西就 對 你針對我新疆 我新疆沒事 你說新疆 虐待一些囚犯 再教育小孩子 中國共產黨當然不承認 怎麼需要小孩子 你自動欣然接受 不過這樣說 你有你說 雙方爭拗 但如果你看到 中國去美國上市的公司 繼續排隊 繼續排隊 越來越密 我相信如果看數字 今年在美國上市的 中國公司是會多於去年 是啊 但又很有趣 反而在中國排隊上A股的公司 就出現了一個撤退潮 為什麼 這個撤退潮就是 一中國 現在證監就說 你申請上市公司 我就會抽查你這些財務報表 抽查財務報表 抽查到你做價賬的話 中國現在公司做價賬 以前就是罰錢的 打手辦 現在董事和股東 就有機會刑事要坐牢 用什麼票 於是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情況 就是抽查那些公司 四十多間 有八成說我不上市 即是抽到之後就說不上市 即是那個投降 即是身有什麼 大家心照 那兩邊夾擊 美國呢 美國很特別 因為你知道 美國有一個 叫做class action 你去美國上市 相對比較容易 你找這些公司 包銷 包銷 公公司 總之比較錢 即是你去上市集資 你集資 比如三千萬美金 他收你十五個巴仙 或者十幾個巴仙 這樣又不難找到公司幫你做 是啊 有幾間美國小的投行 專門幫大陸公司去美國上市 所以搞了一個大頭 對 中國這一邊 中國這一邊 就讓人家 中國就知道 共產黨 我想中國內地人一定知道 共產黨搞你 一定要投降 對 對 以前就因爲要捉上市 上市發覺造假數 都是打手辦 其實中國 我覺得 你看回情況 很多公司 其實盤數 有很多有胡桃章 即是看到胡桃章 是大還是小的 中國的市場的機制 就有一些東西 大家一直都覺得 它需要改 其中一件事 你上市難 但是上市之後 退市都很難 那你這間公司上了市 你譬如美國 上市容易 那之後就靠民眾監管 Full Disclosure 你順利要盡量透明 另外就是靠法律上的 所謂集體訴訟 於是美國也都退市的公司 很多的 譬如說過去十年 美國的退市公司 是接近兩萬間的 你明天一間公司 上市公司有很多費用的 是啊 所以你發覺 你不化算 你便作勝退市 轉了這個乒乓 好像瑞恆被人說造假 唯有轉去乒乓掛牌 但在中國 你只要上市了A股之後 你就算不行了 那它就是掛帽 所謂ST股 Special Treatment 但是這個ST股 它就給你時間去重整資產 於是就變成很多ST股 反而就類似香港的鶴股 越爛就越值錢 即是你掛ST突然之間 你傳出來說有其他公司 想駐入資產的話 股價便可以很短時間 爆升 日日漲停板 於是形成很多公司 就是爭取上市 爭取上市之後 目的不是為了做好盤數 擴大生意 上市那個鶴就已經值錢 是不是 那你就很不健康 其實中國現在到今天來講 它的所謂退市機制 都還是不肯改 變成很多ST公司 就繼續玩這個遊戲 我上市了 我家公司做爛了 不要緊 看看哪些公司有興趣 大家談談你住入資產 這裏也都背後出現一些其他這樣的東西 即是在香港不可能的 在美國不可能 在中國不可能 其實很多這些券商 就是專門用一些 不正式券商 就算有些基金經理也是 專門買這些 不是專門買 而是研究完你這間ST公司之後 那它就入股 即是公務也好 先務也入股 之後呢 就幫你安排踏路 看有哪些其他公司 原意住入資產 哦 本來這個是投行業務 本來應該和資產管理分開 那些經紀業務都幫你做了 中國這個界線是不明顯的 那中國沒有 香港有另類東西的 香港有不少經紀行 專門做買殼買殼的 一樣 有 接近 公室不同 中國更加進一步 就是幫你收拾你的殼 香港買殼買殼 很多時候只做中介 就很少幫你做這些 所謂投行業務 幫你執拾的 但是在大陸 你想想一個精英 那麼驚訝你 幫你做執拾好盤數 執拾好業務 幫你安排這些 接手的公司 一條龍服務 真是 但是這些公司 暫時都未互廣通 內地自己炒的 這些通常都是ST股 就是香港和深港通買賣 香港股民你認知一下 香港股民最主要就是 你有興趣炒內地股份 你就去深港通 是啊 現在兩邊上市的主板 八成的股票 你都可以經過香港買的 但問題就是 中國的股市 就很多人為操作的東西 你駕駛買牛 就不容易買到 我都說你買茅台 茅台都可以三個星期 但是茅台這隻股份 上次都說過 香港中國人有茅台 又不是增長那麼多 不過講一下另一個題目 這個題目 你比較熟悉 我不是很熟 中國有幾間公司的夫妻檔 好像面臨很大的危機 其實這都是大家看新聞 其實我反而從另一個角度看 任何地區創業的話 夫妻檔也是一個很普遍的 其實創業很多時候是家族式 家族式就是 一是兄制檔 一是夫妻檔 在美國都有 美國最著名的夫妻檔 就是亞馬桑 離婚了 離婚之後做首富 不是 女首富 是不是首富次要 我覺得重點就是 你在美國 即使歐洲夫妻檔創完業之後 到最後兩夫妻離婚的話 基本上對公司而沒有影響 那剛剛就上了三千多元 現在很硬 對 還是市值頭三大之一 但在中國 很多時候 夫妻當作創業 如果之後夫妻兩夫妻離婚 反六成售 是很影響公司的 有幾間好像表表者似乎不多店 香港其實也有一間龍湖地產上市 之後又是兩個公司 這個比較好些 就是大家談好了數分 對龍湖來說 那個影響都沒什麼 但是在大陸最著名的 就是十幾年前 有一間本來打算上市的 叫做真功夫 真功夫 快餐店 有沒有吃過 我也吃過的 快餐店其實那個經營是 那個範圍比香港大交流大快餘的 他專門做的就是燉湯 還有那些菜是蒸的 很簡單的 菜的選擇也不多 但他基本上在中國一二時城市 鋪得很厲害 你不用了 香港你過羅湖之後 已經看到了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因為很久沒有回來 那本來就是真功夫十幾年前 是打算上市的 但是到現在都上不到市 一六年已經拒絕了 一六年的時候 兩個夫妻又反目成仇 叫我老公坐牢 這個就是在大陸的情況 另外還有一間 大家都比較認識的 就是中國版的Amazon 陳京 所謂中國版Amazon 就是這個網上書店 當當 當當 當當又是上市之後 又是兩公伙樓離婚 現在還沒完 當當今年年初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兩公伙樓 大家爭股權 但是大陸 你這間公司的管理權 就決定於究竟 你這間公司的所謂公章 和會計章是誰拿著的 有些事出現 就是 老公就找一對人仔公司 叫走所有職員 接著就走入會計部 把公章和會計章拿走 接著老婆又起訴老公 很多這樣的情況 在大陸 你看到 一旦夫妻 反目成仇 其實不是反目成仇 只是離婚 整間公司的影響很大 那你說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 第一就是 你這間公司的企業 發程度不夠高 你在美國 譬如Google 你一上市之後 其實已經是 兩夫妻 還要醒 又退到很後 大家基本上就是做股東 左佩斯 他只不過就是做過CEO 老婆已經退到很後 雖然說很多PR 都是老婆做的 但基本上已經有隊人在 公司發程度很高 但在中國 其實公司上市之後 這個兩夫妻 這個所謂創業者 仍然是很影響 他們可能做很多 日常管理 這樣 這個就是企發程度影響 其一 其二就是 可能 就是 鬼佬就是離離合尋常事 所以大家都可以和平分手 在中國 雖然說 男的鮑爾拉 養小三 是很普遍的 但是 問題就是講到離婚 仍然大家都還是 覺得這件事 是一個很大的痛點 於是這些痛點就會引發 很容易 然後夫妻 發目成仇 接著就影響公司業績 所以 所以 在大陸來說 你如果買這些 所謂夫妻當上市的公司 你真的要留意 兩夫妻的關係 一旦兩夫妻關係 大家關係差的話 是很直接影響業績 歐美當然這不是科學數據 歐美兩夫妻白頭到老 幾乎不多 中國現在也是 兩夫妻白頭到老 即不是離婚收場 一半多些 中國其實離婚都很高 尤其是大城市 一二線城市 其實離婚率是超過三成的 好像說疫情加劇了這個數字 離婚了 為什麽呢 疫情和離婚有什麽關係 有 有 大家在家裡多了 對多了 就罵多些交 這樣 少了出去透氣 好像全世界的趨勢 不僅僅是個別地方 是 那中國那個股市 就佛善了一層 我自己就少去投資 但是你知道 中國風吹草動 唉都影響我們 你不看又不行 中國經濟看 就是全世界第二大 講過股市的市值 現在已經是亞洲第一 你不可能不看 其實外國投資者 對中國股市都很興趣 不過我又抽開話題 是啊 講中國 大家很喜歡用印度來比較 其實我記得 我們前年開始做節目的時候 我都說 我長期看好印度 其實印度的股市的表現 一向都是贏中國的 但現在是不是調轉 現在都是繼續贏 現在都贏 今次都贏 是啊 雖然印度的疫情 疫情很嚴重 印度的經濟 其實去年是很差的 但是印度的股市 還在創新高 中國股市 離新高還很遠 五千點 現在是六千二 現在的牌還未到 現在是三千四 現在是吧 是啊 不看又不行 但是因為中國股市 以前都說過了 政策風險最高 你怎樣知道 馬爾在想什麼 你想想現在 以前一支獨秀的幾隻股 現在阿里巴巴不是二百三 沒有啊 現在所有平台 又說傳媒都慢慢出來了 要整頓一些平台 你看到阿里巴巴 京東的受驚 拼多當 這個星期宣佈月積 一宣佈月積之後 股價又跌了 股價跌 其中另一個原因就是 那個CEO 黃珍說我現在退任了 那麼年輕人就說退任了 大哥有誰 這個世界槍打出頭鳥 共產黨教的大哥 你一長大 在共產黨的雷達範圍之後 中國首富在過去歷史裡 做中國首富是沒有什麼好結果的 是啊 事實上是過去二千年中國歷史 當你富可敵國的話 沒有什麼好收場的 就算雄鼎雙人 這個 杭州雙人的 不記得 清朝的時候 到最後都沒有結果 都破產了 去晚的籠落 這個清朝的官員 都一樣都說不定